今天到了总统到立院进行国情报告 昨天大法官当起合适了 劝双方和解 双方有没有和解的可能 也就是麻烦立法院自己去把这一条删掉 但是也请总统履行他的承诺也好 义务也好 到立法院去做他该做的报告 看不下去朝野为总统副立院国情报告持续激变 大法官詹森林跳出来当合适了 双方又一直叫我们不要介入 却又是这么样的激烈争执 是不是也请双方稍微冷静一下 要双方各退一步 只是大法官的好言相劝 视线申请方和立院机关代表听不听得进去 大法官这样的调改次的一个建议 我想已经充分的说明了 对于立法院职员新法第15条 之一到之四的相关的扩权的违宪属性 非常的清楚 我想这个是天翻夜谈 那我想大法官可能在这个实物的研究方面 可能不够彻底 现阶段谈和解恐怕有难度 毕竟瞧不拢的还有修法中备受争议的国会调查权 我们立法院日后因为相关的议案或者是相关的法律 可不可以跟我们的护国神山科技业来调取资料文件 那相关的公司呢 以涉及营业秘密为由 这也是受宪法保障的这个财产权 来拒绝会不会被立法院处罚 您提到的这是一个 事实上现在是premature的情况去做预断 可能是不是很妥当的 立法的时候本来就要预设各种可能性 不能说没有关系随便 没有经过讨论 然后就先立法 宪法法庭延迟辩论终结 最快三个月内宣判 但朝野冲突对立依旧难解 这吴永安放新采访报道